气象局预估 薛兰诺台风最快在明天上午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也不排除会发布陆景 而目前在沿海地区 已经出现了9到10级的瞬间震风 是不是有机会达到 放台风架停班停课的标准呢 现在还得再观察 而气象局也针对了 薛兰诺台风的路径做出了分析 发现近年比较类似的台风 就是去年的烟花台风 当时为北部地区带来了不小的雨势 就怕这回薛兰诺也会为 北部地区带来大雨 不过两者发生的月份不一样 其实在环境因素上 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一阵阵浪花拍打上岸 花莲沿岸海面看起来很不平静 还没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部分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现 9到10级的瞬间震风 气象局预估最快周五就会发布海警 也不排除会发布陆景 资深天气分析师吴盛宇提醒 轩兰诺台风的风力不容小觑 9到10级的阵风 其实要把大树给吹到是有可能的 那甚至说一些比较大型的招牌 看板 中心附近的确还有一些雷雨包在活动 这个台风的强度 还有在增强的空间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示警 轩兰诺台风演技周围的闪电不断 是很有威力的台风 更是经验到目前最强的气旋系统 目前各国模式预测 这两天宣兰诺在台湾东方海面打转后 就会呈现V字形走法往北转 不过美国海军模式 预测它会稍微往西北走一点 更靠近台湾一些 之后再北转 对比近年类似路径的台风 就是去年的烟花台风 和宣兰诺的相似之处 都是外围环流带来北风 造成北部地区降雨 但两者发生的月份不同 一个9月一个7月 目前预估宣兰诺的转折位置 约在鹅兰鼻的东方 而烟花的转折位置则在花莲东方 烟花台风是属于一个 季风草里生成的台风 那它在北上的过程中 离台湾还有一点点距离 所以带来的风雨影响 跟宣兰诺不见得会完全类似 气象局预估周六中午 宣兰诺的暴风圈 会开始掠过台湾近海 带来强劲的北风 周六下午到周日上午这个时段 暴风圈会离台湾最近 等到周日傍晚 就会逐渐北上远离台湾 提醒民众北台湾地区 周四到周六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要做好防灾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